各位朋友大家好 常哥分享一个佛教故事 话说这个笔者 他就说在日本 庙里面有很多功德商 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功德商 但在日本他们的功德商会锁住 只不过在形式上 因为日本的善男信女 在这个寺庙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布施很多钱在功德商 所以时常有人来偷功德商的钱 不过大部分是小孩子 但是有成年人 他们要么就叫烂锁 要么就在功德商里 扑个洞 然后把钱偷走 这些事 真人是不理的 那些贼是不会捉的 他们拿一千甚至一万都认得他 那笔者就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难道这些僧人的收围 连钱都不用用吗 当然不是 直到有一天 这位笔者去拜访一位 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就在寺庙里面 但是他没进去找出家人 就看到另外一位僧人 在寺庙里面 旁边有一个很年老的长者 他满面受庸 好像病了很久 看来事日无多 而在寺庙里面的那位僧人 他慢条思理慢慢地在寺庙里面 而那位很瘦又病容的长者 在他身边 亦暴亦吹 跟着他 欲言又止 很久 这个长者 吐了口气 然后拿了一袋很厚的日缘 无言地放在公德箱里面 没有出声 双手合十为例 转身离去 但是离去的时候 步伐竟然是很轻快的 这个笔者就问这位 的僧人 为什么你这么怠慢 那位乡客呢 但是那位僧人 笑一笑 没回答他 拿了公德箱的钱 那就没跟他解释 为什么 怠慢这位乡客 这个笔者连续都见过 几次这样的情况 后来他就了解到 可能有隐情的 可能这个老者 是曾经偷过公德箱钱的人 他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人生路都将圆了 慢慢觉得 这一生 愧疚于心的事情 刘老呢 希望能够 挽回心中的安宁 最后他就会把钱还回来 甚至 是十倍 百倍 以前所取的 那你不者的推测 得到这位僧人的 印证 那位僧人 最终就点头说 就是这样 拿走了的钱 最终都会回来的 所以何需要理会呢 但是 笔者就问 那为什么你不理他 不回答他 这位僧人就说 他还了钱 心就平了 还需要说什么呢 就说完了这个个案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乡客 入到寺庙 看到有水果 或者是有经文 他觉得 哎 我想要 就自然 拿了去 没有问过任何的 寺庙里面的 负责人 或者是主持 或者是僧侣 这个 我们要赴恩果 因为寺庙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是 十方的 才 去报私 但是他们所有的僧侣 都因为 是 弘扬佛法 所以他有这个 功德 可以承担到 这些 十方共养 但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 我们不能够 拿寺庙的任何 一样东西 曾经有师傅跟我说过 就算你拿一个万字劫 没有问过 你也是犯了很大的恩果 因为寺庙里面的东西 全部是十方的共养 所以 希望大家 你入到寺庙 那些结 圆书籍 或者是 CD 你可以结完 即是 不用付钱 你可以拿回家 去听 但是听完之后 最好流传给人 继续去听 但是 如果没有写着结完的 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随意 就拿任何东西 谢谢你的收听 我可以看你 我现在想把这事 给她听似了